7、4、3、4、3 這棒打得不錯 在中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落地形成暗打 姜貴今天單場個人的第二章打出現 在六局下半又要帶起中信兄弟的攻勢 而且他今天鎖定外角 這顆球確實都打得很好 兩腦三壞 王志明已經來到了三十八歲了 這個時候來死守同一師的一分領先優勢 走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 是出現了四壞球寶宋 這多送了一個禮包了 這個時候直接傳到中華野去 比賽還是進行當中 所以姜桂宇是一口氣 來到了三壘 得分的大門口 陳崇宇這個球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傳的 打擊去這邊的越洞華是獲得四壞球寶宋 對 這邊 這個first jump抓得很好 因為一開始來講這個球 他應該知道這個球應該就是個壞球 而且傳球的位置來講 也不是傳得很好 又是一個一番兩點的時刻 這一球出手 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這個距離落地形成安打 三壘上的跑者 現在回到本壘攻下了追平分 一臉上的跑者也來到了三壘 高宇潔打出了二壘安打 林佳偉這個判斷好像有些閃身 對 而且最後又並不是接得很好 又有點往後掉 這個時候中信兄弟是強勢的斑培 雙方三比三回到了原點 而且持續攻占到了二三壘 就看中信有沒有辦法掌握住這一波的攻勢 真的 再來看一下 其實並沒有打得很好 打在棒頭上 對 所以在空中停有時間也滿長的 林佳偉決定要去拚拚看 但最終放掉 那這個球沒有如他的彈起 這個時候投出的四壞球寶宋 和宋承睿纏鬥了許久 最終還是請他走路上一壘 讓中信兄弟在六局下半的攻勢 又來到一個滿壘嗆死 這一球再懸四壞球寶宋 邱昊君在滿壘的情況之下 並沒有頂住壓力投出了四壞球 讓中信兄弟兵部血刃 幾回的抽前分 四比三 滿球數 中間方向 這個時候來看一下 結果撲下去沒有辦法穿 攔截穿越行穿打 現在兩隻大象都要回到本壘 王威誠一棒兩分 繼續擴大中信兄弟的領先局面 回七比三 這個時候戰歌響起啊 投手是唯一有機會的人 投手一沒有辦法攔到的話 這兩分就要掉了 再來看一下王威誠的進攻 中間方向的擊球 轉身過來真的是來不及 但這顆球其實對二壘手 第四要把它擋在那裡 有難度是很高的 確實在第六局掌握了一波的攻勢 連續的安打再加上保送 王威誠這樣比賽變成 是中信兄弟的打點製造機 現在一個人已經是包辦了有三分打點 包括這一個打席的安打 帶有兩分打點 曾宋人生涯打 胡志偉打得滿順手的喔 這一球中間方向出現了安打 王威誠再往前推進一個壘包 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來擋下 黃山君的猛攻 狂攻 強攻啊 這一球結果偷出了四壞球寶送 答案舉了第四個寶送 哇 現在轉眼之間又來到滿壘 在換嗎 這一球打左半邊 遊擊手沒有辦法攔截穿越行 占打 一隻大象 兩隻大象 陸續回到本壘 這占打在打下球隊的兩分啊 繼續繼續擴大跟同壘的領先 這個時候在六局下半要血流成河啦 9比3 確實真的是打出了一個大局了 哇 越洞華的這占打 也是有兩分的打點貢獻啊 這樣比賽他有兩占打兩個寶送 打擊率上來率都是百分之百 球速雖然落後給投手了 但面對到這一顆變速球 確實打得很好 外角 對 有點順勢的往左半邊來做揮擊 剛好穿越出去了 哇 忠神兄弟在這個半局 真的是好好的一口氣